在水面那裡喚氣 有時就會去頭車 跳出水面來呼吸 哦 原來我們的皮皮海豚的呼吸孔 位於他們頭頂的位置了 大家有觀察到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海豚跳出水面 是為了方便自己喚氣了 原來他們真是狂愧生物的動物 我看到他們的身體上面 還很光滑 不像有這麼多蛤蜊 那他們在水面怕不怕凍 蛤蜊姐姐今天成三十多度 真的怕凍 超怪馬虎 其實海豚跟我們人類一樣 都是暴雨類動物 而且是溫血動物的一種 它光滑的皮膚下面 有牛喉的脂肪沉 就像我們人類在冬天上 以大衣一般 可以幫助到暴暖 所以水面不會怕凍 原來我們海豚的皮膚下面 有一層很臭的脂肪沉 那些脂肪沉是幫助他們自己保暖的 就不像水面一樣需要這麼多毛髮了 海豚和白濤哥哥 你是怎樣認識到這群海豚朋友的 難道你要看過頭髮海豚 Case姐姐 不如你也試試看 可能可以認識到幾條海豚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因為海豚很親近我們人類的 只要我們不喜歡牠 不要要牠的生活 你在海豚身上 可以獲得很多知識 牠們會透過賣出聲音 可以跟牠們交通 一起聽聽 牠啊 我 我 美得 準備海豚上跟海豚 雖然大家都要牠準備海豚 你們還記得牠呼吸恐怖位置 在哪兒呢 牠們知道嗎 牠們像牠們一樣好遠啊 你 我 沒錯 打得非常好 所以其實要牠準備海豚 在講的是牠們的嘴子一個鐘 哦 所以其實牠們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叫 風吻海豚 所以我們的寶寶海豚 是另外一個名字 叫官吻海豚 嗯 今天就學了很多東西 不如我們一起再細心觀察一下牠們 我問了海豚 哎呀 好可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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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咦 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女高雙手 跟我們的海豚朋友說聲 拜拜呀 拜拜 拜拜 你看看 牠們都跟我們這麼乖乖的 拜拜 好可愛呀 拜拜 拜拜 Michael哥哥 那你們來我一種 和我的朋友在哪兒 第二種和我的朋友 就是亞洲海獅 有請加州海獅 Kendy 阿倫 我剛剛看到Kendy走出來的時候 跟人進水 很快 很困潔 還有一個,這就是我們的家中採取,她的名字是Kathy,我們Kathy不只在岸上爬蜆,因為在書裡面有用啊 說得很對啊,因為海鮮它的前肢,美後肢長寮,是鳳姐中類的一種同類有海鮮和海獎,相信大家都留意到 她都會用前肢支撐起她的身體,都方便了,我們在岸石之間很靈活,會這樣移動啊 我們的海鮮的前肢呢,是後肢長寮,還要跟她們一起做的動物,我們在海鮮呢,就能跟她們的前肢支撐起她們的身體,所以她們就能跟她們一起做的 好,歡迎你啊,Kathy和我們的主持人Ariel,再歡迎Kathy過來,等我問一下她,米圖哥哥,怎樣過來 Excuse me,考完一臉,on foot 我問一下,很簡單而已,口邊,直行到尾,轉左轉右,就回來了 謝謝保姨姐姐,想不到你這麼厲害,跟海鮮溝通,好過要穩住了,稍後見,Bye Bye 我看到她剛才同樣,都是全身模糊的,我知道人家用在水裡面保暖的了 沒有錯,我們的海鮮的表皮上面呢,有一層很細膩的毛髮,那層毛髮跟我們的樹懶一樣也是用來保暖的 我和我同意,她的非常同意,不知道呢,無論Ariel是怎樣照顧她的 咦,那我都知道,Ariel每一天都會幫Kathy擦牙的 就會用Rita成立手術的天洞牙鏟和這個燈滴的牙膏 我們每一天都會幫我們海鮮刷牙,還有這支電動牙刷更特質的牙膏 大家現在可以看看,Kathy的牙齒是什麼顏色呢? 他們看到海鮮的牙齒是什麼顏色呢? 是黑色的,反正不會因為髒的,是因為牙本是黑色,所以黑色才是健康正常的牙色 我們海濕的牙齒是黑色的,但不是因為不乾淨的 因為牙的牙齒膜本來就是黑色的,所以黑色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海濕 除此之外,我們的護理員Ariel每一天都會幫Kathy擦牙的台灣 不過由於海鮮的脂肪層比較厚,所以我們會用光喊的形式 就會用Rita成立手上的一部連傳喊差線的台灣機 我們每一天都會幫海濕進行量體溫的 由於海濕的脂肪層是比較厚的,所以我們會採取光喊的方式 就會用全部連傳喊差線的體溫機,先消毒之後放入海濕的體內 我們到這裡消毒之後,現在無意示範 入口後我們採取光喊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總是在這裡消毒中